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会分成两个部分 那首先呢,会跟大家分享两款多肉的花形 然后是我们作品的组装 那第一款多肉的花形呢,我们会用到352号的叶子花嘴 我们花嘴是立起来,然后扎到我们的豆沙霜里边 然后朝外拔 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有跟大家示范仙人掌的制作 那仙人掌的制作呢,就和今天的花嘴正好相反 是横过来往上拔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在使用叶子花嘴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共制作三到四层 然后每一层都是在上一层的两片花瓣之间进行 最后大家不要忘了给花瓣上色 我们做这款多肉花形的时候上色非常的重要 我今天使用到的是一个伯根蒂的酒红色 现在我们来制作第二款花形 拿出我们没有夹过的104号花嘴 我们小头朝下,大嘴朝上 这样的话可以确保我们做出丰满的花瓣 然后我们的第一片花瓣包住我们的圆心 我们在第一片花瓣的周围再继续用三片花瓣给它包围住 第三层花瓣我们在第二层花瓣的两片之间继续的制作 同样还是制作三片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制作最外围的花瓣 小头扎进去 然后做一些比较宽敞的花瓣 最后呢给它上一些颜色 这样我们第二款多肉的造型就制作完成了 那大家呢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 把上一期和大家分享过的三款多肉的花形也拿出来制作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掌握了五款多肉的花形 我们一起来组装今天这个作品 那我们今天会完成的这个作品 使用到的是一个六寸加高的模具 我们在蛋糕的装饰上面呢 可以使用黄豆粉或者撒一些巧克力粉都可以 我在上一期的纸杯蛋糕当中就撒入了一些黑巧克力粉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像我们仙人球的制作方法 都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过分享的 所以如果还没有看上一期的话 然后又想完成一个完整的多肉的作品 一定要把今天这期和上一期结合在一起去收看 那为了让我们今天这款多肉的作品能够有更强的一些流线感 我们给它加一些佛珠的装饰 那佛珠呢是我们多肉当中非常常见的一款 我们需要使用0号或者1号花嘴先做一些枝干 我们做出自然下垂的感觉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再使用圆孔花嘴4号或者5号 都可以给它挤一些绿色的小豆子 挤完佛珠了之后 会发现整个作品显得更加的生动丰富了一些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